和设置组四处参观之后,裴叔带大家回到他的小房间,把收藏多年的古董一件一件拿出来观赏。 裴叔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古文物,有些是买回来的,大部分是先被留给他的。 时代变迁,很多人把旧东西当垃圾丢弃,但是裴叔却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。 这种性格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坚持留在围村居住。 我比较传统一点,我自己,因为自己小时候很多夜室去了,所以觉得那些旧的事物,自己特别喜欢。 可能受了上一代我爸爸的影响,因为我爸爸也没离开过这家屋。 我今年58岁,就住了58年。 我们生于书籍,长于书籍,我们比较观念的传统。 就算我自己在外面买屋,我都会住回来这里。 小文物容易收藏,旧建筑要维修可不容易。 围村周围属于邓氏家族的建筑,都面对年久失修的问题。 1990年,邓氏家族合力出资,花了600万元重修祠堂。 两年之后,工程完工,大家商议决定和官方合作,交由古物古迹办事处管理,负责维修,并且对外开放,让公众参观。 我希望自己的祠堂好一点,美观一点,让它不要缺乏,因为维修费用实际上是太贵。 政府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都比我们围村自己的维修好,而且真的花了很多钱,所以已经交给政府管理。 其实是好事,政府保育得更加好,教识那些人要保育文物,很多东西,让外人认识参观以前围村的生活作息之类这些。 1993年,香港政府将围村周围的古迹连接起来,开辟成平山文物尽。 除了700年历史的祠堂,也修复了不少古庙和书院,让这些中国传统的古建筑融入现代生活。 比如距离上章为不到200米的这座杨侯古庙,是纪念宋朝忠臣杨亮节的庙宇,供奉宋朝人物可说是元朗地区的特色。 而这座书院已经被香港当局列为一级古迹,从前是村民读书十字的地方,有比较富裕的家庭兴建。 在香港沦为殖民地的时代,书院仍然肩负着教育子孙,传承文化的重任。 有些书院属于私人所拥有,但是也开放给公众参观,让公众了解先辈对教育的重视。 2007年,香港政府把建于殖民地时代的平山警察局改为博物馆,用来收藏邓氏家族捐献的文物。 平山邓氏文物馆展现了平山的变迁和发展,收集的文物见证了围村的生活和面貌。 展览馆展现了当年先被开荒的兴劳,传承文化的精神和宝贵家园的事迹。 随着大家对本土历史日渐关心,近年来参观的人也慢慢增加,是香港另一个有待开发的旅游资源。